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的学生认为自己读错系 哇这个比例蛮高的 而且其中有50%的学生有过转系的念头 然后呢有32%他想要双主修 不过最后达成转系或是双主修比例只有22% 跟原本愿望的那个落差有一点距离哦 相信很多人会认同选系是人生大事 关系着接下来的人生走向 我自己是一个家长 我看到我的小孩面对繁重课业压力的彷徨 还有茫然 我非常好奇大学老师是怎么看待选系这件事 最近呢少子化的议题 国际化多元化也都跟教育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应各种社会多元样态 教育现场要如何面对挑战 也是我们今天会想要聊的部分 政大在去年的10月我们成立了招生办公室 今天我们邀请到专家 也就是办公室的执行长李淑金老师 来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些问题 也希望对正在选系田志院的孩子们和家长们能有帮助 我们热烈欢迎李淑金执行长老师欢迎 谢谢啾啾 大家好我是淑金 欢迎淑金老师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想要赶紧为现在的考生请命 来问一下填志愿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网路上有充斥非常多填志愿攻略 到底志愿可以怎么填 然后呢学生对于各个系所是读什么 或是老师的专长 未来的课程跟相关联的工作 他们可能光从系所的名称很难去了解 甚至很多填志愿的同学 他只是光从志愿的名称去做决定 其实这都是算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一开始就请老师来为这些同学们解惑 他们填志愿应该怎么办 或是这样的状况老师您怎么看 好的 的确是我们在教育现场经常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学生在填志愿的时候 其实很少真的细细的去理解每个系所到底在做什么 或者这个系所老师的专长到底是什么 那通常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会受到身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 key person的影响 家长 对没错 家长是最主要的 第一个就是家长 对 那像我之前教育系在面试 可能有些学生就说 你问他为什么想要来教育系 他就说因为我爸妈是老师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就你会发觉那种家长的影响很大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辅导老师 或者是导师 他们会强烈的引导一些学生往哪个方向去 那第三个可能是因为同侪 例如说像身边有一个师长 他的例子就是 他的孩子考得非常好 其实念的是像北女这种名校 其实他的兴趣在于其他一般的 可能分数没那么低的学校 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填了一个分数很高 但是不是他有兴趣的科系 那你们就可以知道 今天那个同侪对于他们选择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所以我们可能要先去厘清说 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孩子在做决定 那我必须讲 就是不管是老师 或者父母或是同侪 其实影响的程度 条件 跟这个人 他的一个生存的脉络 会是有关系的 例如像有些老师 特别特别的有影响力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你要先厘清谁来影响你 做这样一个决定 或者那个决定其实是社会的眼光 社会的价值来引导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我们在做最后的决定的时候 需要回到自身 那自身你到底要往哪里去 你对什么有兴趣 那才是可以支撑你长长久久的一个方式 那我会建议大家 第一个就是真的要点进去那个科系学校 去了解这个科系的老师的专长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他发的paper 或者他的研究领域可以去了解 还有这个科系 他主要一个发展的重点是什么 那我也会建议 如果就像刚刚久久念到的 就是很多人进来才发现 其实他们可能不是很喜欢 某一个科系想要转 所以我们在预防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 你可能也要去同时兼顾到 如果我进来发觉 这不是我喜欢的时候 那我跨领域我转系 或双主修或者辅修 他的可能性又是什么 那这个都是要同时在多方面的 多去评估的 对 老师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因为我自己当初填志愿 就是我爸叫我填 我不知道我要选什么 可能我当时也不知道 要自己去花时间研究 然后确实社会的观感 比如说爸爸妈妈 或者是当时社会的氛围 会让你知道说 你读什么 可能未来比较有用 钱赚的比较多 同侪绝对也是一个影响力 确实填志愿这件事情 真的不容易 接下来我们要赶快 就是为所有考生 进一步请教 其实我们学校成立 这个招生办公室 我们用了一个 很新的一个概念 EDI 对 老师要不要帮我们 解释一下EDI 然后这个EDI 对于现在正在 田径园的考生来说 他们是不是增加了 进政大的机会 EDI其实这几年 在欧美各国的一些 顶尖大学 开始非常多重 EDI其实是三个字的 一个说一些 Equity 就平等 Diversity 多元 And Inclusion 就是涵容 包容 那是什么样的平等 什么样的多元 什么样的涵容 基本上他在谈的 会是三个不同的面向 第一个是像性别 性别上的一个平等 然后各种性别的 一个可见度 再加上例如像阶级 不同阶级的人 在不同的学校 都能够被看见 而不是聚焦于 摄金地位的群体 然后例如像族群的因素 例如说原住民 新住民 或者各种不一样的群体 或者各种国际学生 在这个学校 它的多元性 是不是能够被呈现 那这样一个多元性 代表是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 他们一种 彼此互相学习的可能 那这样彼此互相学习 其实对于 学生在往后 大学这几年的 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教育学仓 谈到一个所谓的 潜在课程 潜在课程的意义 就是说真正的 我们在课堂 坐在课堂上面的学习 某一个程度 它是有限制的 但是更多的学习 可能是 可能在宿舍里面 可能是在路上 在社团 对 跟一些同学 彼此的互动 对 那所以EDI它强调的是 它是从一个 更平等的观 它当然它是 平等观点的一个切入 但是它的背后 呈现的是 各种不一样的人 它的一个能见度 然后彼此互相学习 这样一个可能 就其实听起来 比较跳脱 就是课本里的知识 是不是 就是可能在生活中 然后在日常里面 大家的互相学习 对 那还有 就是对于优秀 这两个字的定义 是不是EDI 也有赋予优秀 重新定义 没错 尤其在台湾的一个脉络之下 其实我们会定义 所谓的优秀 可能是例如 英文要顶标 数学要顶标 就是比较是学科上的 是 但是这几年我们又发觉 其实从企业来的声音 大家更看重的 其实是很多的非认知能力 这些非认知能力 包含例如像 你的横溢力 你的韧性 然后呢 你团队沟通的一个能力等等 那这一些能力 其实是能够走往所谓的成功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功课可能不用到很top 但是一个基础以上 在搭配它的一个非认知能力 它的发展 其实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了 那我也想回到 刚刚那个EDI的部分 其实透过EDI 其实我们可以有机会 去recruit到更多的特殊才能 例如说在传统的优秀定义之下 没有办法被看见的 是 对 那例如像有些陆氏学生 好了 可能他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让他有机会精进他的英文 对 达不到顶标 对达不到顶标 但是呢 透过EDI 他可能有机会 因为他的非认知能力 可能比其他的学生好很多 他有非常多的逆流向上的 各种很多毅力 对 那透过EDI 其实我们可以增加 学生的一些多元性 那特别像我们目前成立 这样五个多月以来 我们的一些研究发掘像 特别是中南部的学生 或者是社区高中的学生 其实对于自己能不能上震荡 会有一些 犹豫 犹豫 对 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够格 然后呢 他觉得 我可以吗 那感觉是很恐怖的地方 里面高手云挤 不敢填 我们在研究上 又发掘一个情况 就是说 他们有一种 under match 那会倾向选择 就是可能在他的学业成绩 还低一点的 科系跟学校 就是他觉得那个目标离他太远 对 可是事实上 我们会发觉 其实他很多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他不敢end high 他不敢把目标设定很远 他达不到 对 那我觉得会蛮可惜的 那我觉得像政大 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学 未来如何在招生制度上 可以引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政大勇敢的填下去 对 我觉得就勇敢的填 然后勇敢的try 对 我觉得 给自己这个机会嘛 你至少拿到这个门票 对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对不对 都是试试看 对 听到这一集的好不好 政大就填下去就对了 是 那如果同学们真的勇敢填了政大 而我们学校也因为EDI的多元寒荣 我们让这些同学进到了政大 那可是招生是一回事 但是进来之后的学习也是另一回事 是 学校我们知道有X实验学院 是 X实验学院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针对这样子多元的学生们 有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让他们赶来这里 是的 X实验学院预计今年的八月会成立 是 那其实也是针对不一样的各种在传统教育制度 可能会被漏接的一些非典型的学生 例如像有些学生他可能不习惯大班上课 或者他需要更多的个别辅导 或者像我们刚刚讲一些特殊选材进来的学生 或者弱势的学生 他的学习的路径可能 或适应可能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 那未来X实验学院会扮演这样接触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学院未来会是一个重视身心灵各种 就是因为基本上你能够安住自己的心 你的学习才有可能发生 确实 对 那我们目前筹备成员有八位 我们称为八家将 对 而且我看到就是应该是说我们X实验学院虽然八月成立 但我们前期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各种尝试 是的 然后我看到老师用怪咖这两个字 对 对 其实老师要不要给我们怪咖一个定义 怪咖其实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是每一个系所的怪咖 那怪咖的一个意思其实从X实验学院的一个概念就是 第一个我们每个老师在发展的可能跟自己的系所主流 想要发展的不太一样 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些跨领域或者是走一些非主流的路线 对 对 怪咖这部分我想要回溯到例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我刚回国的时候在2008年 台湾的高教其实开始弥漫着一股新自由主义的一些评鉴制度 管理评鉴对于老师的一个评鉴 例如说像SSCIO老师要一直发国际的paper 然后或者是研究案要多少多少 或者是每年要做什么样的发表 以我自己为例好了 我当然有能力去往这个主流的方向去 但是不代表我要走这样的一条路 那所以回国之后就会花更多的时间 在耕耘台湾的教育这一块 例如写很多的评论文章 然后希望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听懂 就是其实有一些主流的价值 他们要求老师们要达到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但是不是这样才是唯一一条路其实不见得 对 学校有为这些像现在就是很多是108课纲的同学 对 相对是多元的学习 那像这样多元学习的学生 其实我们有X实验学院是可以接住他们 我知道有同学其实在我们早期实验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得到不一样的人生的东西 老师这东西是什么 对 这真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人生的重要东西 我会把它称为是成为一个人的能力 人要刮呼起来 为什么特别刮呼 因为在现在步调非常快 然后充满了各种information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 很多人都忘记自己是一个人 那成为一个人的能力 包含例如说 你如何listen to yourself 听听自己的声音 如何让自己安静下来 如何安住在每一个状态 如何让学生可以自己长出那个能力 而不是你告诉他你要学什么什么 而是让他自己从里面长出来 然后那个长出来包含 他有办法去疗愈自己 他有办法去享受每一个当下 然后他也知道跟对方如何去沟通 如何去妥协 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现代的人非常重要 现在的学生也很重要 如何休息 因为我发觉有一部分学生 可能从一路这样读过来 他如果一旦有一个空白时间 他会慌了 对 因为他人生有太多的目标 他就一直一直打怪的过程 所以你叫他休息 他像曾经我一个学生跟我说 老师我如果一旦休息 我脑袋耳朵会一直有声音进来 他会紧张 因为他旁边的人都一直在往前冲 对 他不敢停下来 是 但是也造成 其实我们学生 其实蛮多有心灵上需要被疗愈 需要进一步处理的那一块 所以我觉得如何让自己可以休息 这件事情也是成为一个人的重要能力 那这些如何成为人 会是我们未来X研学院里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学院的辅导机制 来接触未来 例如说从特殊选材 或者是从不同的管道 不同的样态进来的学生 老师其实从刚才您的分享当中 我有一点起鸡皮疙瘩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 政大都是非常认真 都是很顶尖的孩子们 是 对他们可能一路上就是一直拼啊 就是不敢输 不敢停下来 可是一直这样子绷紧自己 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那个绷太紧就啪断掉 没错 对我这学期有一门课 就是我就以旅行作为一个焦点 然后每次安排不一样的活动 那我发觉对学生来讲 这真的很需要 那有一次我就花了一节课时间 带着他们走到后山一小段 那一小段的后面 我就让他们尝试一下 走很快跟走很慢的身体感觉 然后呢到中段 我就让他们自由活动 突然多出那些空白的时间 对有些同学来讲 可能不知所措 对 但是对有些同学来讲 其实是突然好像 捡到一块空白 他好开心哦 你可以想象 其实他平常的整个schedule 可能是整个都是被填满的 满满满满 对所以觉得其实还蛮心疼的 真的真的 所以听起来 其实我们学校有做了很多的努力 然后让同学们 不要让自己一直绷在一个 非常紧绷的一个状态 那刚刚老师有聊到自己的成长过程 某个角度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怪咖 我觉得现在可以很正面的 看待怪咖这两个字 不要因为自己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就觉得自己比较特别 那所谓的弱势 其实呢 我们也要让弱势这两个字重新定义 其实弱势不代表负面意思 老师在这个部分帮我们解释一下 没错 有时候在跟一些人聊 就是例如像新二代好了 他们会说我们不弱 我要讲的是 其实弱势学生 它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用法 就是说它是结构上的弱势 那什么是结构上的弱势 例如说你可能住在比较偏远的山区 或者是比较偏远的乡村 在性别上你可能是属于比较是 Gender Minority 就是少数性别 或者是你在社会阶级上 例如说你可能是家中第一代的大学生 在族群上你可能是原住民的身份 那或者是新二代 那当我们在谈结构上的弱势的时候 它在结构上在资源 在分配上它不是一个主流 以至于它可能代表性或能见度是比较不会被看见 我现在讲的是弱势它不是一个负面的标签 它也不是一个污名 我们在讲的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弱势 弱势也不代表你的能力弱 而是可能在文化上 在经济上 你可能出生就是在某一个家庭 那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学生 其实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机会跟可能 那你刚好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上弱势的学生 你对自己的表现应该更 proud 更对于你自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可以很骄傲 因为你即使在一个逆境之下 你还可以非常积极的往前走 其实应该更肯定自己 是的 对因为它有的能力 说不定是强大过任何其他相对比较主流路上的同侪 是的 所以要对自己有自信 对所以田正大真的是要勇敢 对 老师您的成长过程当中 是什么样的情形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聊聊 然后这当中对老师投身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其实因为我是来自云林的乡村 那其实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太多的资源 那边刚好呢 我们种的是地瓜 就是地瓜它是在一个很贫瘠的土地上 就可以生长的一个植物 那我们那边的土地是很贫瘠的 我在想 对我来讲可能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我开始学着如何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去活着吧 举个例子好 例如像那时候要选考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北连 我那时候因为家里的资源很有限 我又是老大 所以呢 我唯一能走一条路就是一定要念功力的 对 于是你看我在那时候才十二 国中 国中的 国中十三十岁 对 而且我又是提早入学 我小学又提早入学 因为在乡下 就是很多都会提早 那在国中毕业 那时候要选择考高中的时候 我就 因为没有太多选择 那家人唯一下的命令是你一定要念功力 不然的话就不要念了 就要工作 所以呢 我就在那时候培养一个能力 开始搜寻资料 然后寻找 如果到台南去考 可能功力的很少 但是我如果考台北 至少还有十几所可以填 所以呢 好 在搜集完资料之后 帮自己做了第一个决定 就是好 那我考北连 对 就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因为资源少 然后你学到的东西 其实反而会不一样 对 刚刚听导师这样讲 其实老师这个某个角度是 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 对不对 其实这不是课本上的知识 不是 对 就是老师你为了要念到功力 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你自己想办法 对 没错 OK 所以这也是一种多元 对吗 对 对 这是非认知能力 这样子我想可能填志愿的同学们 应该更能够理解 就是不要担心就勇敢填下去 是 现在学科上面的要求不是唯一 对不对 他这些能力其实也都是可以评估 他能不能填选这所学校 没错 那想请问老师 你在面对人生的挫败 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处理这些情绪 或是人生的低潮 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像挫折跟挫败或沮丧 其实在我人生中一直一直在出现 我相信其实大家心里面可能正好也是这样子觉得 对 那举个例子好了 像我小时候就非常严重的口急 然后一直被嘲笑 然后或者是我后来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可能因为阶级的因素 族群的因素 被歧视的整个过程 或者回国找工作好了 脱了几十封履历 最后只有一两个学校给我一个口试的机会 所以其实挫折真的是一直一直在有 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那如何解决挫折的利器是什么呢 就是要如何诠释它 是很重要的 你如何诠释你的挫折 例如说你如果把握这个挫折 你学到了什么 那你就学到你就赚到了不是吗 是是是 那通常在遇到挫折会把自己跳出那个挫折之外 把自己当成一个observer 你是个观察者 然后当你跳出来的时候 然后你重新来看眼前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场景 你会突然觉得 好像你看到了什么 那因为你看到你看清楚了 你可能会知道 这关键点问题点 可能不见得是你的问题 而是整个制度结构面的问题 对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这么的 现在理念 对也不会把问题归咎于自己 你会知道那个问题可能在哪里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来自于社会学的背景 所以我对于那种整个结构性的观点 那个训练是有的 让我常常有机会把自己跳出来 对所以也会常常很开心 那个开心是因为我 我大概知道问题点在哪里 所以不会一直陷到里面去 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还蛮不错的方法 就是你如果遇到问题 或是你觉得是挫败的时候 你就跳出来不要在那个情境底下 对把自己就是困住 那个跳出来是让自己变成一个高位的观察者 是是是 然后你可以退后或跳上来 是 来看着他 是是 换一个角度 对 重新看他 对 其实重新看他可能他就不是问题 对 而且不是我的问题 是问题本身的问题 当然有时候也会是你的问题 但是你会知道 你看到了你会就知道 那你下次可以怎么样来做 了解了解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不错 我也觉得很受用 我收起来 谢谢老师 然后因为我们要访谈老师 有看到老师曾经受访 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不将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总能在铜墙铁壁中找到行动的缝隙 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实例 或是什么故事 是可以来解释这句话 不将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 其实这一刻也是 我在英国学到的很多事情 可能 可能并不是你表象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那你可能要去思考 这些的背后可能是什么 那对我自己来讲 因为生命中极 我刚刚讲 是充满了各种的铜墙铁壁 好 例如说像性别这一块 在农村 它真的就是一个铜墙铁壁 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 重男轻女的一个时代 那所以如果例子的话 可能可以从这个部分开始来谈 就是说像在这样一个时代 而且台湾的性别教育 其实也是 例如说像我2008年回来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教育里面 性别还没有那么被当成一个 所谓的学术的研究来看待 所以我在投稿一些像 教育相关的期刊的时候 我经常会碰壁 因为你会发觉教育里面 也懂性别教育的老师 其实非常的少 但是呢 山不转路转 我永远有路可以走 那反正我就慢慢的等待教育 有比较多懂性别的 然后呢 没关系 我就可以改投其他的 综合性的期刊 对 那我总是有那个行动的缝隙 对 这听起来跟你当初选高中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对 没错 就总是要找到一些方法 它慢慢变成我DNA吧 一种能力 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不会先 就不要闷着头撞 你转弯就好了 对不对 对 没错 绕过去 对 没错 没错 那总是有路可以走的 要不然你就坐在那边等嘛 嗯嗯嗯嗯 那在等的过程 你可以培养自己一些其他的可能 停下来 做一点别的事也OK 对啊对啊 没有一定要这样直线嘛 嗯嗯嗯 对啊 感觉到有一股暖流 哈哈哈 因为确实人生很多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卡住 其实现在可以选的 有更多的路 其实可以停下来 对 或者绕道 对 甚至你往回走 应该也没关系吧 没关系啊 我觉得往回走很OK的啊 对 搞不好 你会没有发觉 你往回走的时候 你往回看到 你往前走的 不一样的风景 哈哈哈 真的真的真的 对 哇 我相信呢 大家听到这边 应该也都觉得 有被接触 嗯嗯嗯嗯 很开心 老师那招生办公室 我们去年十月设立 那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什么可以 跟大家分享的进度 或是接下来的方向 对 我们招生办公室 其实这五个月以来 我们做了一些研究 嗯 然后第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 郑新竹的一些研究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 特殊选材的研究 那我们未来想要做的 那这是我们目前 提出一些可能的策略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增加 目前我们弱势 学生的一个比例 那目前我们的比例 是偏低的 嗯嗯 然后我们的特殊选材 目前正大的比例 也是非常低的 嗯嗯 只有0.67 远低于其他学校 3%甚至以上 这样 所以呃 这时候可能老师们 会觉得说 诶那这样子 郑新竹 若是学生进来 或特殊选材进来 会不会有 学业成绩上 可能会跟不上的问题呢 那通过我们 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 然后我也请IR办公室 来帮我们提供一些 相关的数据 其实我们发觉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嗯嗯 这样所谓的差距的存在 第一年进来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什么样的差距 是是 那如果以 郑新竹来讲的话 第一年进来 其实都没有什么差距 然后第二年 你会发觉 没错 那个专业的科目 诶 好像有了一些差距出来了 但是 后面二三四 大二大三大四 你用平均成绩来看的话 其实差距非常 微乎其微 嗯 所以我们是希望 各系所可以勇于 把其他的 例如像弱势生 或特殊选材 名额可以 勇敢地开出来 嗯 那 当然我们也会积极地 跟各系所做一些沟通 再来是后面的 大家各系所可能会担心的是 诶 那这些学生 不一样的学生进来 那后面那个辅导机制 我们够不够完备呢 这一块我们也是有提出一些 可以让整个辅导机制 从系所到学校 一层一层的 如何接住 这些学生的整个辅导机制 是 那我们这个部分 会进一步再推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从 例如像业务费这一块 也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相对应地 回馈给各系所 让各系所 可以有更多一个辅导的资源 可以进来 其实我们真的是鼓励 就是同学们 在选田志愿的时候 政大真的是可以认真思考 然后也不用担心 进来之后 怕跟不上 因为学校有完备的机制 可以做各种的辅导 来接住这些同学 对 这也是政大在招生上面 还有后面的辅导 都会同步进行 对 其实自由的辅导是已经有 但是我们希望他可以更全面 然后更真的接住 每一个需要的同学 好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来为我们分享 这么精彩的故事 也谢谢老师给怪咖 赋予了正能量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很独特 政大一直以来 都非常积极提供各种的机会 希望能够为台湾 为国际社会 培育各种未来的人才 大家常笑说 我们政大没有音乐系 没有戏剧系 可是我们在华语 演艺圈占有一席之地 对 这就是政大 无限制的精神 如果你是高中生 如果你正在选田志愿 欢迎独特的你 加入我们 政大这个大家庭 如果你是政大的学生 也希望你能够在这里 找到自我 谢谢李淑金老师 政大有14万人 每一位校友都有关于 自己独特的人生故事 政大无限制 会继续邀请更多的来宾 来分享精彩故事 也持续让更多 生命影响生命的能量 能够传递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别忘了按下订阅分享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官方IG留言 最想听政大哪一位校友 或师长的人生分享 最后请持续锁定 政大无限制 谢谢李淑金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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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